从前,一个盗贼来到寺院请求出家,一旁看热闹的人问他,你之前做贼为恶,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,现在想要出家呢? 盗贼说,我遇到了善知识,用棍棒打了我三下,留了我一条命在,让我看到佛法的好处,才想要出家的。 哦,你怎么挨打,有什么好处,你快说说。 众人好奇催问道,唉,我常去寺院偷东西,前些天,我再次去寺院,发现门窗紧闭,于是呼唤僧人开门,隔着大门,只听里面说,我看到你就害怕,不敢开门,你想要什么,就把双手从门缝中伸出来,我给你就是了。 于是我把两手伸了进去,没想到,没得到财物,反而双手被绳索套住,被僧人捆在了柱子上,正在我惊慌无措之时,我就挨了一棍,听到打我的人喊,归依佛,我害怕呀,不知怎的,就随着他也喊了一声,归依佛,马上又是一棍,打得我晕头转向,打我的僧人又喊,归依法,我又随着他喊,归依法。 紧接着,第三棍几乎打得我半死,只听见一声,归依僧,我马上也喊了句,归依僧,当时我害怕极了,不知道这出家人还有几个归依,要是再来哪怕一下,我就小命不保了,还好,僧人没有再打我了,而是为我解绑,放我回去,我回到家中养伤,思前想后,不得不深深敬佩,还是佛陀有真实智慧呀, 如果他教弟子四归一,那我就死定了,说不定,正是佛陀早就遇见到此事,怜悯于我,只说三归,不说四归,所以那僧人只打了我三下,留我一条小命。 我听说,有因粗事解,或因细事物,粗者物粗事,细者解细事,我是个粗人,以此因缘而得解物,我愿改恶从善,出家修行。